嘿大家好 我是啾啾鞋 今天我們跟大家聊聊兩位女海盜的故事 說到海盜這個職業 因為大多需要體力勞動 所以主要的成員都是以男性為主 不過歷史上卻有兩位非常知名的女海盜 她們分別是安妮邦尼和瑪麗里德 而這兩位女海盜在海上漂流多年 兩人偶然相遇之後相知相惜 打破傳統對於海盜都是男性的影響 現在在倫敦泰吳士河畔的政法碼頭旁邊 還有紀念這兩位歷史上最有名的女海盜的一座雕像 那她們是怎麼走上海盜這條路 又是如何相遇的呢 這故事真的很神奇 先說這位安妮邦尼好了 她是入生於1697年的艾爾蘭 她的父親是艾爾蘭當地的一位律師 後來這位律師跟她的卑女偷情 然後就生下了安妮 這事情曝光之後她的父親選擇 和原本的老婆離婚 跟安妮母女一起搬到了美國的 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 經營一座果園 在安妮12歲的時候 她的母親就離開人世了 她的父親則從小就把安妮當成男生來養 還給她取了一個男生的名字叫做安迪 而安妮從小脾氣就十分暴躁 在她13歲的時候就曾經傷害了一個家裡的女僕 另外在她年輕的時候有一次遇到一個色狼想要結色 結果她直接把那個色狼打到住院了 所以說後來她可以跟整船的男人混在一起 沒人敢惹她 也真的是有她厲害的地方 在安妮16歲的時候 她就跟一位叫做詹姆斯邦尼的水手結婚 這個詹姆斯其實並不是什麼厲害的角色 就只是一個很普通的水手而已 而她偶爾也會兼差一些海盜船上的任務 這也是安妮可以開始接觸到海盜這個圈子的起源 在1718年 安妮跟詹姆斯一起搬到了巴哈馬的 新普羅維斯登島上面定居 當時那裡是許多海盜的避難所 上面常常有各種凶神二殺在那邊來往 在這個島上住了一年之後 安妮有一次在酒館就跟其他海盜一起打混的時候 偶然就勾搭上了一個來自英國的海盜 約翰拉克姆 因為這個約翰拉克姆他時常穿著一些棉布的衣服 所以就有一個暱稱叫做 棉布捷克 這聽起來超弱的欸 那這個拉克姆棉布捷克 當時剛好幸運的 被國王給赦免他以前所有的罪行 所以先到這座島上休息一下 正好就在這裡跟安妮看對眼了 而這件事情在不久之後 就被安妮的老公詹姆斯知道了 不過其實據說原本詹姆斯跟安妮兩個人的 感情就沒有很深啦 所以原本拉克姆還跟詹姆斯直接提出協議說 我給你一些金銀珠寶 那你就跟安妮離婚啦 就有點像是你把安妮賣給我這樣子 結果這件事情被安妮一聽到就不爽了 她也不辦離婚就不甩她老公 直接拉著拉克姆上船 兩個人就直接私奔了 但是為了不要讓船上的男性暴動 所以安妮上船的時候又假扮成男生 那名字又改回來安妮 但是命運就是這麼有趣 她跟拉克姆私奔之後 就在拉克姆的船上 遇到了當時正在船上工作的 瑪麗里德 瑪麗里德出生於1685年 比前面講的安妮還要大個12歲啦 她的父親本身是 英國一個遠洋船艦的船長 但是她也是一個私生女兒 在家族當中也沒有什麼身分跟地位 而且她的父親在她還沒出生的時候 就已經不幸葬生大海之中了 只剩下瑪麗跟她的母親 而且因為是私生女嘛 所以她母親也只能夠隱瞞這位女兒的存在 那剛好瑪麗其實原本有一個 只帶她一點點的哥哥叫做瑪克 但是在瑪麗出生梅多子的時候就夭折了 所以瑪麗的母親乾脆就讓瑪麗 以她哥哥瑪克的身分來活下去 所以就跟安妮一樣 瑪麗從小也是被當成一個男生撫養長大的 而且長大之後她也沒有揭露自己的性別 就這樣子以男性的身分一直活下去 甚至在她成年以後 就直接以男性的身分加入了英國海軍 然後又轉到陸軍去 而且她是真的上戰場打過仗的 就是我們之前在介紹梅迪吉家族那集提到過的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 而在軍隊裡面瑪麗認識了一名 來自法蘭德斯的年輕士兵 才終於向她坦承身分了 在退伍之後兩個人就立刻結婚 並且跑回法蘭德斯 就是今天荷蘭南部那邊 去經營一間酒館 打算就這樣子安定下來 但很不幸的是 瑪麗的老公不久之後就突然去世了 那酒館也因為戰爭的關係而結束營業 那丈夫死了 生意也沒了 瑪麗只好重新扮回男生 名字又改回馬克 披上戰袍 打算又加入一支前往荷蘭的軍隊裡面 但加入之後她就發現 當地的戰士其實很平靜 沒什麼好打的 所以她就覺得 這沒有什麼好讓她立功的機會 就乾脆又辦一次退伍了 你看她真的很屌欸 一般人如果說加入軍隊 都把旗家裡說最好我的部隊不要真的跟別人打起來 人家她就覺得 交易軍隊沒仗打好無聊啊 那她再一次退伍之後就登上了一艘開往西印度的船 打算開始她的冒險旅程 那麼她經歷了幾年的航海生涯之後 在1720年她搭上一艘商船 準備前往美洲新大陸的途中遇到了海盜襲擊 而這個襲擊他們的海盜 正好就是前面講到的 綿布捷克 約翰拉克姆 瑪麗一看情勢不對 索性就直接提出要加入拉克姆的海賊團 這個時候瑪麗是以男生馬克的身份出現在拉克姆前面的 拉克姆一看這小夥子不錯喔 還真的打過仗有實戰經驗嘛 就很高興讓她加入了 而就是在這艘船上 瑪麗遇見了剛跟拉克姆私奔的安妮 還記得嗎 這個時候的安妮在船上是以安迪的男生身份在活動的 而她與同樣是喬亂成男生 化名馬克的瑪麗 兩個人非常投緣啊 漸漸的熟視了起來 沒多久之後呢 兩個人越來越投緣 甚至啊開始分享彼此的秘密 後來呢 安妮還主動先跟瑪麗談成 欸其實我是女的 瑪麗看傻眼啊 欸其實我也是女的 但沒關係 彼此之間真實的感情才是最重要的嘛 安迪跟馬克 安妮跟瑪麗都一樣啦 當然平時還是要喬亂成男性就是了 這兩個人在船上的互動就越來越親密 但這一切都被船長拉克姆看在眼裡 拉克姆就看馬克就是瑪麗啦 越來越不爽 就威脅說要殺了她 這個時候呢 安妮才趕快跟拉克姆談成說 其實你看到這個馬克他也是女的 他叫做瑪麗 拉克姆一看哇靠 欸現在什麼狀況 等一下 船上到底還有誰是女的 麻煩趕快舉手好不好 但是沒辦法那乾脆這樣子好了 我同意你們兩個人交好 但是呢你也要成為我的女人 於是就這樣子喔 瑪麗跟安妮跟拉克姆 三個人就形成了一個很微妙的關係 這兩個人之間關係非常的緊密 但同時又都是拉克姆的情婦 而這時候呢 反正船長本人也都知道也接受了嘛 所以呢乾脆你們兩個人也都不用衛裝了 終於 安妮跟瑪麗可以光明正大的 以女海盜的身份 揚名海盜界 以這三個人為首的海賊團呢 也成了加勒比海最知名的海盜之一 但是很快的 在同一年1720年的10月 有一次啊 他們剛襲擊完一艘商船 正在慶祝的時候呢 突然遭受到了猛烈的攻擊 原來是著名的海盜獵人 喬納森博奈特的船正在襲擊他們 而當時呢 船上的船員們都已經喝得爛醉 根本沒有力氣抵抗啊 許多人還躲在船艙裡面不敢出來 而當時竟然只有安妮跟瑪麗 兩個人敢跟對方活拼 比船上一堆男的還要勇猛 而且他們看到自己船上的船員們 這樣弱弱的表現 瑪麗就直接當場掏槍殺掉了 其中一名船員來殺機警候 但最後呢 他們還是不敵喬納森博奈特的猛烈攻擊 拉克姆船長只好出來投降 這三個人都被抓到了雅買家 在當時還是英國的殖民地 而那個時候呢 英國的法律有規定 懷孕的婦女是不可以被處理絞刑的 必須要等到小孩出生以後才可以出行 對當時其實安妮跟瑪麗兩個人都已經懷孕了 你看懷孕還敢跟人家火拼 真的夠猛了吧 只是拉克姆跟其他船員就沒辦法了 就直接被公開處理絞刑 拉克姆的屍體還被掛在港口附近的一座椒岩上面 給來往的船隻當作一個警告 而這個小小的椒岩 後來就被稱為拉克姆椒 安妮跟瑪麗兩個人就被暫時關了起來 但是瑪麗在被關押的期間就因為熱病 就是一直發高燒 最後就不幸過世了 她肚子裡的小孩也沒來得及生下來 而安妮後來有傳聞說 她的父親就是那個愛爾蘭的律師 後來出面交了大量的贖金把她保釋出來 並且帶到美國的查爾斯頓 就是她經營果園的地方 在那裡生下她的小孩 後來根據一些自稱是她子孫的人 所提出的一些證據所說 她在這裡又跟當地的一名男子結婚 生了8個小孩 一直活到了1782年 她85歲的時候才去世 總之看完這兩位女海盜的故事 真的覺得她們的人生有夠精彩的 先是男扮女裝 還有加入軍隊打仗的 最後還成為海盜 而且以女海盜的身份揚名立萬 所以看完之後真的覺得 她們的人生就跟電玩遊戲的主角一樣精彩 那麼說到電玩 《黑色沙漠》在最新的6月份更新裡面 就新增了最新職業 而且柯賽爾就可以讓你體驗當個海盜的生活 《黑色沙漠》我想應該很多人都聽過 我覺得就畫面上來說 真的是MMORPG裡面最頂尖的 開放世界也是大到幾乎玩不玩 這次這個柯賽爾 她的武器長刀可以像鞭子一樣伸縮 攻擊距離非常的長 還有一個最大特點就是 她使用特殊技能的時候 可以馬上從海盜變身成人魚 霸氣海盜和魅力人魚都可以一次體驗到 然後她的背景故事也是蠻特別的 她原本是一個巨商的女兒 已經預定要跟貴族結婚了 但是她渴望自由 所以跑去當海賊 離家出走的過程當中 她偷走了家裡的傳家之寶 一張藏寶圖 結果好不容易找到寶藏之後 發現這個寶藏其實是她媽媽留給她的遺物 她還知道 其實自己身上流著人魚的血 並且就獲得了變身的能力 我覺得這個角色設計的還蠻有特色的 是一身水藍色的海盜裝 既然是海盜 當然就要去大洋上面探險囉 你可以去釣魚或是跟其他船進行炮艦的戰鬥 還有各種懸賞的海怪跟海賊 還可以尋找大洋的寶物 當然還可以挑戰大洋的海怪頭目貝爾 那現在黑色沙漠它其實是一款雙平台的遊戲 而且是PC跟Mobile這兩個平台都會同時更新的 所以都可以玩到最新的職業 可以看你個人習慣的裝置來體驗 如果是初次遊玩的初學者 其實從PC或是Mobile都可以輕鬆的上手 那兩個平台都有各自有趣的內容 就等大家自己來體驗囉 我個人是比較偏好用電腦的大螢幕的 還有欣賞遊戲裡面這些設計非常精美的角色 其實我也是很久沒有玩線上遊戲的 自從我大學以後 幾乎玩的都是單機遊戲 很久沒有那種像以前玩線上遊戲那種 會遇到其他玩家或成群結夥 或是對打的這種感覺 真的是還蠻懷念這種MMORPG的玩法 好那以上這支影片就跟大家介紹 這兩位非常知名的女海盜傳奇的一生啦 最後喜歡影片的話記得按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按下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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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